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安 早 在我们今天的大师对谈里面 我们很高兴有两位老师 他们都是政大的老师 所以在政大的所举办的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不做第二人想 已经多年来都邀请他们两位 来跟这个法律的学子来分享 多年来他们在法律领域的一些观察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经验 第一位是苏永青 苏老师 苏老师在我做学生的时候 就发学他的领域非常的广 包括宪法 包括经济法 包括民法 所以当他在看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社会的问题的时候 会是从比较跨领域的 公法 司法的领域来看 那么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也是陈长文老师所讲的 那是一个全观的一个法律观 而不会只局限在某一个点 而会是一个面的观察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大师是陈长文陈老师 陈长文陈老师一直强调一个全观的法律观念 陈老师常常讲就是要有宏观也要有为观 要能够建树 要也能建灵 其实这讲起来容易 做起来其实非常非常困难 那也许待会我们从一些提纲里面去了解 看看这两位大师他们怎么去体会 或者是把这个观念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主题 我想帮各位丢出一个主题 也就是这一次法律经营的主题是有关 Fintech 就是金融科技 那其实除了金融科技以外 还包括了所谓的legal tech 以及AI的发展 所以AI的这个发展对于法学教育 对于司法制度 甚至于对于相关的法律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到底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机器人所取代 这些可能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题目 苏老师我们是不是先开始以这个题目 就您先开始好了 谢谢主持人陈老师还有执行长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几个礼拜前我到厦门大学 去上了一个礼拜小学期的课 也做了讲座 然后下午空的时间就被安排 就是我们下大的朋友 就很好意就说有几位法官 听到我来也很想跟我交流 知道我过去有六年时间 是在做司法工作 做那个大法官就是宪法警示的工作 还有司法院副院长 是做司法管理的工作 所以他肯定对这个问题会有兴趣 就拉了我去 那我是真的是开了眼界 就是到一个创新的园区 那里一位资深退休的法官 和另外一位才从美国加州西谷 回来的一个工程师 做人工智能 他的专长是把那个人类的语言 把它能够就是语意的这个转换 这方面是他的专长 他们做了一些合作 那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 那个包括在调解 在审判 在司法管理 其他方面 都已经开始有些成果 那我是真的开始思考 也跟他们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交流 那在那之前呢 是去年到杭州到浙大的时候 也是通过朋友的安排 就去参观了互联网法院 这次好像没有浙大的 那个我知道在大陆 不只是如此 在北京广州 几个地方的法院 有前沿性的这种 机构性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跟甚至实践 那学校高校更是不得了 差不多前排 我看前十的高校 都有一些机构性的投入 包括互联网的法律 人工智能等等这些 有关这些自通讯科技 还有人工智能甚至生物化学 这种 到人民大学 北大都有这些方面的投入 所以很多学者过去认识 都是在做宪法的 做民法的 现在一看他们的文章 开始写互联网法院 我就觉得我们在台湾 真的好像跟不上的感觉 我们的那个文章 或者研究投入 都是个人的一点一点的 这个是一个怎么样面向未来 在大陆看到很积极 很正面的一些东西 那因此我想来谈谈我这一点点的理解跟体会 我们就讲人工智能跟法律的结合 这个照前两天 我看了那个李开复的网上的那个演讲 他的意思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已经从工业社会走到人工智能的社会 他不是要来 他已经到了 那么他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 照他的讲法 大概一半的工作会被取代 这是现代的这个估计 那最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的某些能力 它可以大量的减少我们重复的工作 照说这是工业社会的特征 工业社会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工作简化 但是人工智能的投入 通过它整合了许多的科技 它可以发现更多的重复 更多在我们过去以为是在非常个人化的东西 其实它也在重复 那因此人工智能可以一块一块的 蚕食侵吞一些地方 因为他们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跟这种语言转换的这些能力 那人还有活在这个世界上 越来他的地位越往下走 这人工智能取代了他 那他的未来在哪 这也是他的演讲的重点 当然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在看 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 就是保留我们最大的优势 就是选择的能力 人工智能他是被选择 他自己没有选择能力 至少到目前为止 但是我看到的在下达那个经验 在那里我们看到的 其实还是一个在我过去参与司法管理 已经看到的一些过程 就是一些重复的工作 慢慢的被取代 其实那时候不是被人工智能取代 我们在技术上已经意识到在工作的压力之下 你必须用一些更有效率把那个可取代的地方取代掉 在台湾最有最显著的就是这个司法事务官的那个工作的引进 这个早期就是我们大陆法系的这种观念 法官的设置就是他受到完整独立的保障 所以要实现人民的诉讼权 所以所有需要法律判断 哪怕是一小部分的判断 都要法官亲力为止 这结果就是大陆法系的这种三级三审 还有法官大军 法官在大陆法系跟英美法系比较起来 很明显的这人数就是居多 一直到了终审法院 完全法律审 严格法律审 还有像德国法国意大利上百人 基本上就是在我刚刚讲 那个现代的那种法治 严格法治理念之下 法律的判断必须由法官亲力为止 可是在德国其实也 在应该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百年前 他们也就开始培养一个法律事务官 叫Rex Pflege 那他们是略地于法官 可以做一些需要最低度判断的这些职务 那台湾在真的忙不过来的时候 也开始有法律事务官 那我自己参与了一些管理的工作 发现在忙碌的法院 像台北地方法院 他们很早就开始弄一些流程管理 在程序上 这几个能干的法院 法官 他们去把一些案子 根据他们的比较多的经验 就去很快地做一些判断 让案子比较快速地处理 这些在大陆法系的条条框框之下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突破 也就是说 我们在企业管理上 那工作是弹性的 让最能干的人做最适当的工作 最不能干的人做比较简单的工作 你可以依照案的难易度去选择法官 在美国、英国这种分案 都有比较大的弹性 在大陆法系 多数国家也不一定那么严格 但是德国、奥地利 它是规定一定只能够抽象的分案 所以大家机会一样 它的管理是没有效率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 在台湾 我们是跟着最严格的法制的精神在操作 宪法没写的说 它是宪法的精神 法定、法官 当然是高度的没有效率 可是实际操作面上 也弄出了一些 刚刚讲的流程管理 还是让工作压力之下 有一些合理的改变 所以在美国我们都知道 它看起来就是法院就是法院 它其实也有一些 Traffic Courts Magistry Court of Peace 大量的案件 其实是让一些简单的人力去处理 也就是那种可重复性 它就把它处理掉 然后让最能力的法官 去处理最复杂的事情 在大陆开始有把这个科技引进来 开始说人工智能法官 听起来蛮吓人的 因为过去那种改变 还是人代替人 现在是让机器代替人 这个司法事务官 是没考上司法官 但是分数差一点的人 司法事务官 还是人 现在机器代替人 将来他会不会再往上去替代 大概是这样一个思维 但是你回头想 那很自然 如果这个不会疲劳的 不会主观的 不会有情绪的 不会有很多恩怨的 这些人 他可以替代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他当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所以这是打不住的 在我看 那我到那里看到他 用大数据 整理通过余裔的专家 做了一个转换 他就秀给我看了几个案子 在审判方面的 那个人工智能的法官设计 是针对借贷的案件 民事借贷案件 通常是比较简单的 一个面向就是 司法裁判的信息的公开 那这个公开做的程度 也是相当的惊人 在过去几年 因为我们知道 有非常困难 有很多方面的困难 到目前为止 大陆在这个 从十八大三中全会开始 到四中全会全面的 去推动这个信息的公开 那个做的还 程度还蛮高的 最近读了一篇文章 讲起来反而是 北上广 几个一线的城市的法院 公开程度是偏低 其他法院反而更高 看的文章分析 主要理由是 那些案子比较复杂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政治考量或什么 有诸多的原因 它这个公开程度反而比较低 但是无论如何也达到50% 那以现在的这种 人工智能这种处理是 已经可以 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程度 也就是说 你很快可以知道 把那案件分成哪些类型 人事实地物 把那个构成要件 一下大概有哪些类型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大概要做什么样的 证据的要求 准备 然后就法院的话 最后怎么样去判断 多少百分之多少的法官 他会怎么判决 然后对于他的这个 违约金的处理 最后他的那个 这些裁判 百分之多少怎么样 都可以呈现 基本上 我们所谓的能干的法官 也不过就是 他的法律读得比较熟 他的经验比较多 可是都无法跟 人工智能法官来比 那你不是被取代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拿司法和医疗去比较 那个医疗被取代 可能很明显会更快速 就在医疗 它是要医病的 那对于什么是疾病 在医事科学上 在生物科学上 是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所以你可以通过 很多的案例的收集 知道怎么样可以 把一个病治好 可是司法 它是要去医不正义的 它是要去治疗不正义 这不正义很抽象 每个人的感受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此什么时候是治好 你只能说胜诉败诉 可是如果法院 只是做胜诉败诉 就没有那么复杂 经常会有不平之明 然后上诉到最后 又要法律去续照 就是不断在追求公平 就这一点而言 它被替代的速度 会比照我看 会比医疗要慢很多 那再一个就是 刚刚讲转换语言的那种能力 医疗的概念是高度精准的 这很少多益性的概念 而法律的 我们大陆法系 以德国这个系统来讲 它已经创造了许多人工的语言 非自然语言 可是它还是很多益的 随便你讲 在民法里头 撤销 你去看撤销用法 可能是多益的 最近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毕业诺 写不可对抗 这是从瑞士那边吵过来 不可对抗这个概念 它也整理出好几种意思 所以那再加上 很多的自然语言流进去 留下来 所以在语言的转换上也困难 它追求的目标 正义的实现很困难 所以它的路还非常的长 就这一点来讲 但是基本的道理 就是刚刚讲 从工业社会到AI 就是重复性的减少 效率的增加 就这一点看 AI智能法官 它是一步一步 所以在我看 我们现在大陆法系的标准的规格 就是三级三审 把那个优秀的法官 学校培养出来的国家考试通过 然后呢 先做第一审 大量的简单的案件 复杂的案件可能就会上诉 简单案件就结了 然后到第二审 就让比较年纪大一点 优秀考核过的法官来做 四十审的重复 然后再加法律审 然后再来就到少数的 最优秀的 最有经验 品德最好的 做中审法院法官 标准规格 大陆法系的三级三审 将来它会改变 在法院的管理上 在香港 新加坡 日本 已经略有改变 受到英美法的影响 它有不一样 在法院层级上 不一样 它比较是扁平的 在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 一样优秀 Richard Posner 这么了不起的法律人 他也没有到最高法院 所以他们每个法官都在造法 这是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设计 他们的司法制度 有很多的低沉的人力 消耗了大量的案件 然后让法院在那里去造法 因此人工智能在这些国家 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方式 去影响 我刚刚描述 比较是台湾的情况 大陆又是一个社会局的背景 多少收能影响 你现在设计出来 四级二审 这样一个审计制度 比较是大陆法系 而且又不完全跟欧洲 这个模式一样 它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估计很快的 我们会走到一个二级二审计制度 就是AI然后人力留着在 这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最后一个point就是法源的问题 在我跟下大的计划这几位沟通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法源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法律 在大陆法系 制定法是法律 判决不是法律 可是对于人工智慧 他要学习的就是判决 过去判决 怎么判回溯过来 所以你要给人工智能法官 什么样的信息 告诉他 这是规范的信息 这是事实的信息 判决是放在事实的信息里头的 即使百分之百的 这样的一个借贷的案子 都是这样判 如果你就是这样去设计的话 这个人工智能的侵入 实际上就把大陆法系的 这个法源就改变了 但是这改变会有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破坏性的创新 那个结果可能是无法承受的 那你到底该给他什么东西 因为我碰到这些法官 他们都是读法读判决 很习惯 所以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而我是跟他建议说 在这个大陆法系的思维 他始终最后要回到制定法 然后一个没有拘束力的 把教育学结合起来 所以你一定要给人的判断 保留一个窗口 就是在一定时候会跳出来 假如这里不是一个正式的法源 不是我们现在过去这样的判例 或大陆指导性案例 有拘束力的 那么在他其实百分之百 是这样做的时候 他要跳出来一个框框 来告诉他 要经过人的法官来判断 这个百分之百 都这样做的事情 是不是不公平的 他要有机会去挑战他 下级法院他也可以挑战 上级法院可以去叙照 像这个我们就会发现 在我们在研究互联网 我们在研究人工智能法的时候 可能在方法论上 很多我们原来的法律知识 在这里要跟他结合起来 我刚刚提到的 把教育学的概念 把原的问题 那都要放进来 然后我们才不会在这个过程里头 在方法论上走到 我们用一句古话来讲 骑路亡羊 路太分歧了以后 那个羊你找不回来 那个正义也不见了 所以像一些小小的点来看 这条路其实还有蛮长可以走 除了只是把那技术面的东西 让法律人去理解以外 你就跟着这些技术人员去走 可能你最后会发现 所以最终的法律 传统法律的学习 还是一点都不能马虎 只是这个学习以后 你要更多的去想到这些未来的元素 我就说报告已经太多了 谢谢 谢谢 谢谢苏老师 我一开始的言议 苏老师是从法院的审判的角度来看 那从事其他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律师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法学教育 会不会在这一波人工智能里面 的发展里面 它会不会角色也会被取代 或者它其实也只是一个助手的角色 我们是不是请陈老师 因为在法学院里面教书 当法学教授已经四五四年 然后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者 也已经四十几年 是不是请陈老师来分享这一题 谢谢李嘉庆主持人苏老师 还有李律文教基金会的实行长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第一个就是亚马逊 也就是这个Amazon 各位晓得 有一个这位创办人叫做 贝索斯 这位年纪性就是全世界应该是最有钱的人 他很厉害 他说亚马逊成功了 非常成功 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要感谢一些基础建设的人给他的这个 所谓的支持 所谓的基础建设是什么 Amazon的这个最两个期刚开始都是什么 就是在网路上面卖东西 因此他说很佩服的一件事情 邮差或者是我们说所谓的快订 还有就是透过电脑去下订单 还有就是付钱的这个支付的这个系统 等等等等 那么现在这是多少多少年前呢 因为他这样子他成功了 他最近他又提出一个想法来 各位应该注意到的 就是今年应该是50年 亚马逊是Amstrong 这个Amstrong上了月球 开始我们开始要准备了下一个50年 人类如何到外太空去 所以这个贝索斯他在这里又提出来了一个登陆月球的计划 在这里跟我们连法律同学 我不妨也跟各位讲了 贝索斯所讲到的就是将来我们进到月球去 他刚才说我的Amazon之所以成功 我要感谢一些基础建设的人给做好的一些基础建设 包括邮差啦包括快递啦等等等等 可是要进到月球去 各位同学开始去了解了 月球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贝索斯好像也提到了 类似像月球的所谓的法律的建设又是什么 当然陈老师是念国际公法 国际司法超国界法的一个老师 我念过这样子1967年 有一个所谓的outerspace的一个treaty 就是外太空的一个条约 那个条约里给我讲 就是外太空里头的东西应该是供和平使用 反之不能为战争的目的 因为在外太空如果有这个飞弹啊 或者有什么什么 那就很厉害那地球就惨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说 外太空供人类为和平使用 那是人类所共有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说 This is mine 不可以有先战啊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时效啊都没有这个问题 那另外当然外太空也会说 因为在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多人造卫星上去了 或者是太空梭上去了 上去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 所谓太空的垃圾出来了 这就又涉及到很多法律的问题 当然接下来如果真的进入了第二个 五十年的月球或者外太空的计划的话 念法律的人各位同学就开始去注意了 该怎么做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 老师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限制 让各位去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真的 因为亚马逊是成功的 他也提出这个计划来了 某种程度有点假 但是某种程度又不假 因为很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往月球去跑了 比如说中国 也就是中国大陆 印度啦日本啦等等等等 甚至台湾我们都发射人造卫星 我觉得我们也有机会例不说 那么第二个题目我想要提出来的 就是刚才李嘉庆学长 或者李嘉庆我们今天的主持人特别提到 陈老师提倡的一个就是全关的法律人 或者是我们叫做超国界的一个法律的思维 这部分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去看看看 第三个题目反而是 尤其是香港来了不少的同学 我最近各位都可以看到 香港最近一两个月来蛮多问题 香港的这个居民或者住民 带了他的女朋友来了台湾观光 结果很不幸 这位男孩子居然把这位女孩子杀掉了 男孩子就跑回了香港 那到了香港当然东窗事发 而这个凶杀案件被彻底的了解了 问题来了 台湾当然希望香港能够把这位杀人的 诚信的这位男士能够送回台湾来 而香港政府显然考虑再三没有立刻答应 甚至到现在还没答应 在这个过程中呢 香港的政府显然就想要修改法律 或者是要订定法律 使得类似的状况 如果不是就是这个案子的话 可以完成 完成的意思是透过法律 而不是直接香港的政府跟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司法部能够协商 把这个问题解决 所以在这里香港就涉及到 各位同学我就在想 香港的法律对于这样子的案子 有没有管辖权 没有 没有 有没有没有 你同不同意他没有 不同意 不同意你同不同意他没有 那不同意但是你又非得同意不可 为什么 如果你是香港的法院的法官 如果你是香港的检察官好了 你会觉得你没有权力行使管辖 对不对 根据香港法律对 但是如果你是香港的检察官 你觉得这样子的法律的规定 你能接受吗 不能 那你会觉得该怎么办 就是需要有一些司法的体制 和一些互助的协议 如果没有互助协议的话怎么办 这个最好的最影响的结果 就是这个犯罪的人 大声一点 这个犯罪的人可以被引交到 他能够接受警察的地方 什么地方可以制裁他 他犯罪的地方也就是台湾 好 但是显然香港又不愿意把它送回来 对不对 香港可能想送 但送不回来 为什么送不回来 因为没有引渡法 为什么一定要有引渡法 香港有引渡法 只是没有引渡这样子的状况 对 因为香港不能够把 好 放得引渡到台湾 各位同学我就问你了 譬如说你是台湾的同学 你是新加坡的同学 你是大陆同学 你会觉得这里问题是什么 同样的问题出来了 香港的法律是规定 杀人的有一个法律 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叫做Homicide的一个Odinance 是规定 这个所谓凶杀的案件是发生在香港境外的话 香港就没有管辖权 即使杀人的人跟被杀的人都是香港的永久居民 香港也没有管辖权 有没有一点难以想象 据我的了解 香港的律师公会特别提了一个案子 给香港的这个政府 也就是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没有任何的理由 也就不拒 就是拒绝了 这个当然也是 又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的是你 陈老师想要想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为了各位同学来 陈老师刚好碰到了这个事情 碰到这个事情去想怎么样子来跟各位同学 第一个香港的同学我一定会想要问你 本来我在想 如果我很快找到答案那也就好了 比如说中华民国的刑法那种规定就很清楚 我想日本的同学 日本的这个刑法规定也很清楚 新加坡的规定也很清楚 那么大陆的规定也很清楚 就是这种案子 行为人跟被害人都跟所谓的本国或者本地有关系 当然有管辖权 香港居然没有管辖权 香港原来的规定是什么 我不是你会很好奇 在这个案子怎么仍然没有管辖权呢 如果没有的话 香港跟台湾立刻就签一个协议 或者发一封信把人送回来 甚至就好了 所以这件事情各位同学在这里了 我们念法律如果念得很僵化 只是看条文 法律这么规定我就这么做 你就会觉得 哇 come on what's going on 一定有问题 否则的话你念了法律念了半天 刚才我们谈到AI 那个机器人比你厉害的多的多的多 除非那个机器人是你把它训练出来的 which is also the case 就是机器人你输入了 法律说不行就是不行 所以回到香港的机器人 摆了一百个机器人在检查署里头 摆了一千个机器人在法院里头 这个案子仍然解决不了 这里就回来了 AI的世界里头 你跟我的角色跟你我的担心会是什么 这是一件事情我要跟各位同学提的 所以我准备了程老师准备了一些资料 那么给各位来参考关于这个案子 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回到了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的同学在这里最多 那香港跟大陆是一个中国两个地方 叫做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之所以出现 是1997年英国跟这个中国大陆得到了一个协议 而1997年之前 1840年1842年南京条约等等等等 九龙香港的割让 九龙的租界 造成了比如说香港的一个角色 你爱国家还是爱制度 你说我多爱 那我要问你了 如果国家跟制度某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 跟另外国家的另外一个制度 或者这个国家十年前的制度跟今天的制度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制度是越来越近 不 你会觉得你会希望你所归的 所归属的这个国家的制度是一流的制度 还是你会觉得它可以是很古老 但是它实在是很不进步 在这里就是良制 优良的良的意思 当然什么叫做优良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可是重点老师要问你的 就是制度跟国家 那如果你只能选一个的话 那一个比较重要 陈老师差不多五六十岁的时候开始体会 就是我 现在七十五岁的我 七十六岁的我 我开始体会 如果只能选一个 我觉得制度比国家重要 尤其是今天各位同学 或者是更不要说十年二十年以后 你所处的这个世界 这世界是什么 就是一个世界 就是地球村 这是最理想的状况 也应该做到那个程度 那个程度是什么 就是所谓乌托邦的那个世界 假如是的话 虽然不太可能 可是即使不可能 你很向往 我们要努力去追求 回来了 今天中国大陆的制度 跟台湾的制度 跟香港的制度 跟澳门的制度 我们就讲了好了 两岸四地 制度是不是不太一样 大陆的制度是什么 具有中国特色的 比如说经济 社会 政治 法治的一个国家 那基于香港是什么 香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中国里头的 另外一个 具有什么什么什么特色的 一个不同的制度 四五十年 已经走了二十二年了 各位 另外的二十八年 to go 澳门一样 只是九十九年 一九九年而已 也是五十年 中国大陆的制度 何去何从 中国大陆的制度 现在不用说它棒的地方 它的经济的建设 它的军事 它的世界各方面的贡献 都是没有话说 可是回来各位你我念法律的 法治的建设 所以老师准备了一个资料给你们 长话短说 这个德国的 这个仍然是他吧 现在 Murker 这位女的总理 很了不起 她是讲德文 翻译成英文 老师现在讲中文跟各位讲 大概是如此 她说 在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都相信一件事情 那就是法律的力量 她说法律的力量是人民相信的一件事情 她说法律的力量要远远大过 有力量的人的法律 法律的力量要大过 有力量的人的法律 The power of law 事实上 is greater than the law of the powerful people 所以从这里一语道尽了法治建设 Rule of law 的重要性 那什么叫做 rule of law 回到香港的宋宗 或者是这一个引渡的这件事情里头 香港的居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反弹 我觉得反弹的问题应该是香港的制度本身 其实也有瑕疵 那中国大陆的法治建设 仍然有很大需要进步的地方 另外一部分当然台湾的同学 你们有很大的一个责任 跟大陆的同学 跟香港的同学 跟新加坡的同学 跟日本的同学一起 包括不管是金融科技也好 或者是等等也好 好好找个时间坐下来谈 因为很不容易你们有缘分 有人说佛秀而过前世的因缘 这表示一个人从东往西走 一个人从西往东走 就像各位同学更不用说 你们二十几个居然坐在一个地方好几天 这种缘分事实上是老天给你们的 而你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制度重要 国家重要 陈老师的答案是制度重要 但是如果这个制度好到一个程度 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接受这个制度 那一天所有的国家全世界就变成一个国家了 可不可能跟登月球一样 五十年前想要去登月球 或者是五十一年前要想登陆月球 不可能的事情 Out of the question 日本话不晓得怎么讲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或者Unmoglish等等等等 是绝不可能 可是事情是可能的 李渔大同篇讲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那种境界 那个境界是了不起的境界 那当然今天 陈老师又准备了两篇文章 三篇文章 陈老师一直主张良治一国 优良的制度成就一个国家 在一个国家还没能够成就之前 我们尽量努力把那个所谓优良的制度 能够做得出来 一国好几次可以直到永远吗 Not really 或者很难想象 那何必一国那么多制呢 就每个不同的国家不就好了吗 就像欧盟一样 欧盟可能想走向一致 老师讲了那么多 各位同学会奇怪 老师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 老师的建议就是 各位去想想看 两岸或者是中国的未来 台湾已经进入了第四次要政党隆替了 今天早上陈老师看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写得很好 虽然陈老师一直也这么说 三次政党轮替 其实我们的民主变成 事实上很某个程度来讲 不如不要民主 那陈老师不断的就问自己 这个民主真的不要吗 那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 就是专制 那专制的好处是什么 是很有效率 快速是什么 就是你的权利 人民的权利 在宪法上的权利 如果有宪法的话 那个权利如果被侵害 而被侵害的人往往是弱势的人 最后一件事情要告诉各位的 就是良知一国 刚才老师讲的体会 就是各位你要努力 Mother Teresa 在印度照顾垂死之家那些人 Mother Teresa 你们都晓得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不要等待领导 要自己先做 一个一个的做 就是不要等人家说 你就自己做吧 不要以为你自己好像 势单力薄 你自己没有什么本事 No 你很有本事 As long as 第一个 你要有热情 第二个 你要凭你的良知 第三个 就是把你的本事训练得很好 本事其实是最简单 在人工智慧的时代 是最最最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取得这个本事 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良知 跟你的热情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各位老师 好 谢谢陈老师 我没有机会谈 一国两制 但是我对香港最近的事情 是很关注的 今天那么难得 都有香港来同学 大陆来同学各一个 这个问题正在发烧 在我看 有的时候带一点悲哀看 到昨天晚上上环 还是有流血事件 看起来这事情暂时不会终止 我们不能很简单的去解释它 或者是谁的错 或者是什么 在地球上每个地方都会 一段时间社会会发烧 像在我看 从这个应该是六月吧 开始的那个 一百万人两百万人 到现在每个周末每个时候 还都有这些人出来 它是进入一个发烧期 在我们在我自己的人生经验 大概在60年代 1960年代 美国开始反越战 烧到欧洲整个社会运动 非常激烈 台湾大概是90年代 80年代到90年代 有十年的时间 也是一个发烧期 但是台湾还好 就是没有很多的流血 真正的这些史上的情形 比较少 你可以看到像北爱尔兰 大概在8090年代 最近法国的黄备星 也是不可开交 它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我们要很冷静地去思考 那个 以这个 刚刚提到 我想国家和制度 它都面对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AI AI就是它不做选择 它是被设定的 人就是要去做选择 那普通人生的选择是很多样 但是这个我们面对是一个大的选择 国家制度的选择 到底怎么选 这个民主制度的发展 有一度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人类是非常乐观的 以那福古亚玛 这个美国学者 日本 唯一的美国学者 他写的这个叫做历史的终结 就是说 已经没得选了 我们就 人类看起来就是这条路 出去是亮的 不这样走 就是暗影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预测出来 像这个安静臣讲 文明的冲突 也看到恐怖战争 恐怖分子等等 到现在很显然不是那么乐观 这个民主是不是最好的制度 在台湾 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讨论会 台湾和民主的距离 我们其实有了 在制度面上很高度的民主 可是我们就内涵上 我们节节在倒退 不管你喜欢蓝或喜欢绿 我们可以拿出很客观的数据告诉你 三次政党轮替以后 我们民主的内涵 其实明显的在倒退 它的问题不小 在法国黄北京运动之前 其实有一个民调也显示出这样一个问题 那个民调大概问一个非常权威的民调机构做的 大概意思是说 问一般人说 有人讲 现在也许我们逾其让 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在通过多数诀来做决定 可能有一种想法是说 让一些人理性的客观的做决定更好 那有三分之二人赞成这个讲法 让法国的这些公共知识分子 法国的这些非常忧心说 诶 怎么法国这么一个崇尚自由主义 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历史 会开始相信有一种理性 他是不要靠多数诀的 那换句话讲 某种的我们从前讲的 George Orwell 或什么这些 他的那种噩梦式的描述 不一定是对的 未来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 他说这个制度选择好像还没有结束 连法国都是这样 但是那个是不是一次的这样 可是到后面的黄背心 他们通过全球化 然后网路社会 这些冲击 难民 他们发现原来那些制度很多都在动摇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些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的动摇 给了中国大陆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 或者我们用中性的叫autocracy 一个专制有了新的机会 好像我们刚刚用那个陈老师讲 习大大他也试着尝试走这个 用这个机会 善用这个机会 可能每个国家真的是经验不一样 中国的经验确实不一样 长期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尽的苦难 然后自己又走错过道路三十年 然后现在改革开放起来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再加上两千年的历史 它确实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所以中国人比较愿意接受集体主义 比较愿意接受某种的良性的专制 这种东西 社会主义的那个模式 现在有比较大的机会 来证明他自己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还是完全不能证明 以各位这么 基本上很年轻的法律人 可能二十岁有的可能还不到 可是你们已经看到 对现在的政策和法律有些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再用一个很简单的信仰 说我们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集体主义专制 它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回答 可是它的一些先天的问题 是没有很多东西 比方它必须配套的 就让言论受到一定的管制 让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用一句话说 我是信的 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 我是相信的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种冲突 这种冲突是可以处理多久 我想请各位注意 一些政治学家的对这问题研究 有一位上海出生 现在在美国 我不知道是不是入籍了 叫裴敏欣 裴敏欣叫做 在大陆肯定是看不到 他基本上是一个 用纯粹的量化的政治学的方式去研究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他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从所有国家 他的发展 经济发展 也就是他的人均所得 就是他的数 大概达到 我不记得 但是数字 一万美金 或者怎么样 大概他已经没有别人选择 因为他能够到这里 一定是市场成绩 假如今天一直走计划经济 他到不了这里 那市场经济 到了 所得到了这时候 那么他一定要走向民主制度 也就是某种的开放多数学制 因为什么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是把决定交给所有的人 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 那当你所有的生活 资源的交换 是开放以后 每一个人都要确保 这个国家的决定 我也可以参与 要不然我怎么投资呢 我怎么做任何决定 甚至是家庭生活的决定 都没有办法做 所以市场经济最后 某种程度中产阶级形成 中产阶级就会去参与政治 不管我们现在是三个代表 已经有了 第一步进去 将来是不是还有更多的 在全国人大 照裴敏兴教授的分析 是一定走到这一天 只是这中间就有少数几个例外 像新加坡 它的法制非常好 它的民主不太勉强及格 或者不及格 这里它把定位 就是民主专制 然后还有一些半民主 这一两个例外 但是它有高度的法制 高度的非常好的文官制度 非常很小的一个国家 那中国照它的预测 应该照它当时乐观预测 没有几年 它自然会走到这里 但是呢 这几年她来台湾演讲 就很尴尬 因为那数字已经到了 可是还没有民主化 看起来那迹象并不明显 那裴敏兴她也还没有认错 她也没有办法 现在就否定 因为这东西就是说 她也提到西方民主的往下走 给了中国大陆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自己的观察 是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 慢慢变成主体以后 在体制的选择上 本来就不能那么僵硬的说 多书觉或什么 就是一个绝对的良知 不一定的 是综合加在一块的 而且是有阶段的 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 其实它第一个重视是法制 不是民主 看新加坡 看香港 香港从来没有民主过 但是你没有法制 你没有市场经济 那法制跟人权是最重要的 第一步 那中国大陆的发展 以我自己看 在进入新世纪以后 从几个事件看起来 我自己观察 像这个孙志刚案 大概在这世纪初 后来李庄案 雷阳案 各位学法律的大陆同学 别告诉我 你们不知道这几个案子 这几个案子其实发展到后来 你可以看到 社会的同情是很大的 对政府在这些方面做法 是有意见的 即使你怎么去控制这个理论 最后政府是有一点改变 有一点让步 香港的问题你看 完全一样 香港基本法涉及到几个问题 但是最重要精神就是司法独立 来保障人权 所以它出现几个大的基本法争议 从刚开始的那个 香港子女居留权的那个争议 去强烈的争取终审 其实就那事物本质来讲 没什么一定谁对谁做 可是终审的位置争取到了 大陆也理解法治的必要 大陆自己现在也理解 依法治国的必要 所以它可以接受 再来就是二十三条 那是2003年左右 二十三条也是法治的问题 而且是人权的问题 大陆虽然人权它是控制的比较厉害 但是它也体会到 所以它没有坚持 2003年没有坚持 再来就是像最近几年的 像一地两解 一地两解涉及到一点主权的问题 就是内港的内阁管理 但是它不是那么严重 因为它的效率问题远远压倒了 主权的问题 没有发烧 就是讨论争议结束 再来就是反送中条例 为什么吵得这么凶 为什么发烧 我觉得因为 第一个 反送中基本上是一个 法治人权的问题 细节就不去谈它 那大陆没有做过激的反应 它是可以这样做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做反应 因为它知道 摸摸鼻子就算 其实这种引渡 香港人所真的不一定是有道理 可是这种不信任 你只有承认 而中国大陆也希望 往这方面去改善 法治要再去改善 所以就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 后面在成功的撤销以后 还要继续往前走 这就是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头 现在昨天上环那边争议 五个要求里头 最突出的就是普选 就是正改 正改在前面 战争 后来没有发烧就结束了 现在在这个形象就加进来 我要讲的就是底线 在我们人类在摸索一个好的制度 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始终是有选择的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困难 可是呢 慢慢会趋同 是慢慢我们的底线开始一致 比方现在两岸 香港跟大陆 人权法治在我看是 这个底线是趋同的 但是民主这件事 大陆不会让 就是政治改革 现在这个底线 还不到 所以 香港人非常清楚 但是 年轻的这些 这些 香港人的年轻人 他们豁出去 把主权问题拿出来 所以香港独立 那底线就差太远 太远 可是 这种事情 就让你非常悲哀 看他每天就这样子 一直持续上演 不会有结果的 看新疆 看其他地方 这个 Belfast 或者西班牙 碰到主权问题 没有一个地方有结果的 它就是这样子 那 我觉得人类智慧 所以就在很清楚 慢慢看到 那个底线 裴敏兴的理论 也没有被证明之错 中国大陆 现在向各位 到台湾 到哪里 那么自由 信息虽然控管 它可以翻墙 其实大体上 还是在一个 可以掌握这个信息 可以自己做判断 再到一个阶段 会不会改变 我不敢讲 但我觉得 基本上 我还是相信 这些东西是慢慢成长的 那么 我们能够避免 让一个社会 或一个国家 一直上演这种悲剧 那 你没有办法 现在香港人 你要劝他 也很困难 可能就是要持续一段时间 然后才摸索到一个底线 那我们说 刚刚陈老师提到大小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执政者 应该有那个智慧 你现在不可能做任何过激的事情 让他发展 但是呢 我们也都学到一点 中国大陆的那个 现在我们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好处 连我都感受到 我前两天去踏张家界 我现在西藏已经不敢去了 我想人类社会 只要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做不到 在六千公尺上盖铁路 或张家界那样的 就是要创造内需 他那些峭壁那里 弄出一个玻璃栈道 我只觉得 那个真的是只有社会主义做得到 集体主义 它可以做到 在我们这 你不要说 你征收什么都做不到 可是这种东西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可能我们还是可以观察 所以我觉得 几国几次 我们大概只能更理智的去看 在台湾跟大陆两岸来讲 就是一国两制 但不是大陆模式的一国两制 是我们宪法上讲 就是我们是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宪政 这叫宪政秩序 大陆是社会主义 特有的一些特色的这种市场经济 那在这两制 只是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是在一个大国的管控之下的一国两制 我们是自己来做的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台湾同学 讲天然度天然度的时候 看清楚这个现实 看清楚我们的宪法 让我们把很多被灌输进来的一些口号 在网路上的一些懒人包 慢慢的拆掉 看更清楚 看这个事情 也许更容易做出一些判断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大家所要面对的挑战 我觉得大家所要面对的挑战 真的会真的蛮多的 小到 你从学校毕业以后 你要做什么 大到 国家社会制度 要如何做选择 我刚才在想各位在讲的问题的时候 我也想到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苏老师也提到了选择 一个想法就给各位做思考 刚才在很多同学在表达个人的意见的时候 都有提到说 特别是大陆有同学提到说 什么样的制度都有 可能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 或者那个意识形态里面 很当然的就习惯那个制度 不管是大陆也好 台湾 香港也好 在做刚才选择的时候之前 当然要忍尽死 不要那么快的就做立场的决定 说我先天上是什么 我先天上是什么 其实是除了要冷静思考以外 可能要有一个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 不管刚才陈老师讲的 那个一大四小一小四大 或者是今天的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陈老师有写了一篇 有一本书啊 叫假设的同情 你必须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 所以当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 可能那个冷静思考之外 就是你可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 这个在我来看是很重要的 最后有一点就是 同学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你看到不同的制度 你有不同的思考 所以同样的 我们每一位同学在将来你们重大事情的决定的时候 除了我刚才讲的要一地思考 一大一四小一小四大 除了这方面的思考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不要被别人的意见 框架到你自己的意见 也不要被你过去的想法立场 框架住你未来的思考 你过去可能有一些想法 那些想法可能是 因为在你原来的位置上 你看到的位置啊 就是在那个地方你看到 有的时候你换一个位置啊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所以换一下位置 你也许会看到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风景 不要被过去框架叫做 我们当然是天然什么 不要 你到不同的地方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做抉择的时候 多看多想 最后再做决定 好吧 谢谢各位同学 也要谢谢主办单位 王岐王院长 还有任先生 谢谢